然後他一轉頭的時候眼睛余光就撇到那個 他剛去看的那個鏡子 在鏡子裡面那個人就 然後他嚇到衝進少口裡面 把我們關起來 然後拿著那個少廷的那個內線電話 瘋狂打到我們對上安關桌 然後把我們整連的人都吵起來 我們那時候在南部當兵 我們會需要戰少嘛 對外少的工作有一個 在晚上的時候 如果有軍官或者是志願役的同仁 他要外散書回來 你站外少的夜少 你就要負責幫他們登記 然後看是誰 因為那個晚上的時候 一到就寢時間那個大門都會 門都會封起來嘛 那你就要藉由一個凸透鏡 去看著外面說有沒有人站在外面 或者是有沒有車 然後如果有的話 你就要拿著登記板 然後把門打開一個 足夠他的車或人通過的縫 然後讓他們進來 然後有一次 我學長遇到的事情 但是那時候把我們整個臉鬧得沸沸揚揚 他就是在站夜少的時候 他就看到外面有一個人站在門口 他說好像在大概2點半左右的時間 他就看到有一個人在外面 然後他就很正常的 拿遙控器把門打開一個縫 然後他就 轉身拿了那個登記板 然後出來 因為那個人從門口進來走到哨庭 還要一點點時間 他說他一拿登記板轉出來 發現沒有人 然後一看那個那個鏡子反射到外面的路 馬路邊 也沒有人 然後他就開始緊張了 可是他緊張不是因為他怕 他是想說是不是他跑進來 那事情就很嚴重 所以他就趕快跑出去那個門口看 左右都沒有人 然後再往裡面看 因為那個軍營進來之後是一個汽車道很長很遠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底的那種 往裡面看也沒有人 然後他就想說 那應該不會吧 結果他沒有跑那麼快吧 就跑到我只是轉個身他就不見了這樣 所以他就想說 那個人可能只是當初就是路過外面的時候 站在哨口用了一下手機還是打電話 所以他就開門了 但是那個人已經走了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沒有要進來的 然後他就稍微沒有那麼擔心了 就把那個哨口門關起來 然後就把那個登記板放回哨庭 然後一走出來往那個鏡子一看 因為那個真的是要一直看那個 因為如果你沒有一直看那個鏡子的話 那個長官有可能會被你擋在外面很久 他都進不來這樣子 他就習慣性的又往那個鏡子一看 又有一個人在外面 然後他這次呢就先拿了登記板 然後打開那個門 然後他就看著那個門口 他就一直盯著那個門口 就打開了那個縫 然後等了一兩分鐘都沒有人走進來 然後他就覺得越想越奇怪 他就走出去外面看 又沒有人 就整條大馬路左邊右邊怎麼看 就是沒有人 他就進來裡面又把門關起來 然後他關起來就越來越覺得不對勁之後呢 他又回頭再瞄了一眼那個 那個鏡子 然後那個人又站在外面 然後他就真的是拿著那個遙控器打開 直接走出去 要找那個人這樣子 然後一走出去 還是沒有人 然後他就開始毛了 他就轉頭打算要跑回哨口裡面 然後他一轉頭的時候 眼睛余光就撇到那個 他當初看的那個鏡子 在鏡子裡面那個人就站在他的正後方 然後他嚇到 衝進去 衝進哨口裡面把門關起來 然後在哨庭裡面 拿著那個哨庭的那個內線電話 瘋狂打到我們對上安關桌 然後把我們整連的人都吵起來 然後一直說 然後叫人家來陪他站哨 後來有班長過去關切 原本我們以為會很 事情會很大 因為他真的是打電話打到就是 隊長副隊長 副導長全部都趴起來 就問說到底是什麼事情 結果沒想到隊長隔天 就是很輕描淡寫的帶過 就是 昨天我們同仁 有人在站哨的時候 有遇到一點小問題 但是已經處理完畢了 所以大家比較緊張 然後就過了這樣 我們 fut了 甚麼人 有請坐嘴 manuscripts 感谢观看